各位觀眾大家好 相信有在關注車圈的老司機都清楚 這家奧地利車廠 KTM 不論你要叫他什麼玩泥巴的瘋子 還是什麼瘋狂的橘子 都有關瘋 It's all about madness 那近期 KTM 在 2020 年拿下 Mojo GP 最高殿堂的冠軍獎盃 絕對不是運氣好而拿下 而是扎扎實實的拿下 兩戰不同的分戰冠軍 你要知道在這個頂級的殿堂 還說不上是大的車廠能拿下分戰冠軍 已經像是相當不錯的表現了 所以這個在 2017 年才進軍 Mojo GP 的歐洲車廠 如何在這頂級的殿堂的激烈對決中 在三年內就拿到分戰冠軍的門票 雖然 GP 表現不一定能反應在 市售車的表現上 但是能在最高殿堂能有這樣的成績 沒有三兩三整能上兩三 你說是不是 所以今天的故事 讓康康來讓大家認識一下 這個奧地利狂人的瘋狂成就吧 OK 回到 Mojo GP 喔 這個頂級賽車殿堂的決戰舞台 車輛設計、引擎輸出頂尖科技 以及車手的實力只是缺一不可 長期以來日系車廠霸佔了絕多數的勝利時光 假如要回到歐洲車廠自霸的年代 近期來說應該就只有石頭人還在了Ducati吧 但是其實也沒持續多久了 那近年日系車廠一樣讓這家最強的歐洲代表 在後方苦苦追趕 但就算沒有GP頒獎台 咱們Ducati賣的還是一樣貴啊 蛤? 不過這個是題外話啦好不好 那近2017年KDN正式投入之後 雖然有著最強運動飲料 紅牛的加持之下 但是大家對這家奧地獄小車廠其實並不看好 畢竟KDN並不像日系車廠 有很多國民車款來幫助企業賺錢 旗下的390體系就算賣債 再賺錢 對於那些日系車廠也不過是九牛一毛 畢竟賽車的事情 It's all about money 但是究竟KDN發生了什麼事情 自從RC8停產之後就不做公升級跑車車廠 雖然 欸等一下 雖然 康康本身認為這台車長得真低奇怪好不好 但今天不嘴人家 我們今天只看真善美的部分 所以一個預算有限的莫厚GP場隊 是什麼樣的動力驅使這家特殊的奧地利車製造商 來擊敗它場上的對手 首先我們來回顧一下 玩泥巴的瘋子 其實這句話是有兩個意思 一個是讚嘆KDN在越野領域的強悍 另外一個其實則是其他車廠的粉絲的嘲諷 他們認為KDN做不出一台能拿出冠軍的道路賽車 即便KDN在紅牛、新手杯、Model 3、Model 2都有自己的賽車 但是在這些酸酸的眼裡 從來沒有參加過Model GP更是一種確戰的表現 是不是 怎樣都有人嘴 但就市售車輛上面來看 自從RC8停產後 那個堅持雙康頂級仿賽的車廠 就只剩下Ducca的一家 好不好 雖然最近好像也沒有啦 但是當年RC8的表現確實也不太出色 不只外型 不要再講外型了好不好 就是大多數的年度評比之中呢 幾乎也是在第一輪就被各大媒體刷下來啦 而RC8也沒有太多實質上賽事的光榮戰機 那對於RC8停產的問題呢 KDN給出了這樣子的回應 新款的RC8R已經超過200P的輸出 對於一般道路太難以駕馭了 所以我們只生產賽道款式啦 這樣說起來其實 蠻對得起這個什麼瘋狂橘子的稱號啦 但實質上就是RC8賽車樣式呢 也沒有被太多數的車隊給採用啊 首先呢 我是覺得車隊可能有外貿協會的疑慮啊 不是 好了 OK 最終呢 當然是進入了這個停產的命運嘛 那現在呢 KDN與仿帥走的最近的一款市售車 那就是RC390啦 所以呢不難想像為什麼其他車場的車迷 會如此嘲諷KTM了吧 畢竟啊 Ready to race這個口號呢 喊著響亮啊 但是呢 Yo little bro 你的排氣量太小啊 呵呵 所以呢 我們共生集兩個檔位 就可以直接讓海放你了嘛 是不是 那就算呢 在越野賽是有傑出的表現 但場地賽車這塊弱勢呢 我想啊 這也是不少KTM車迷心中的痛啊 難道玩泥巴的瘋子 真的沒有辦法挑戰場地最高殿堂嗎 對不對 是不想參加這瘋狂的金錢遊戲 還是實力不足 啊 一進到這圈子會被狂洗臉是不是 這個問題呢 到了2016終於有了解答 直到2017年KTM正式進軍MotoGP 當然啦 酸民們的攻擊是不會停止啦 新手入門預算有限 光是這兩點啊 足以讓酸酸們瘋狂 但是KTM進入緊急緊急電腸後 一直都在告訴各位一件事情 那就是跟日系車廠一樣瘋狂的預算 我們沒有 喔我們沒有 但是Ready to race的口號呢 絕對不是喊一喊而已啊 我們前幾年的時間就是撞牆學習期啊 但是呢 我相信我們的RC16賽車呢 是一台好車 真地好棒棒 而我們的方向也是正確的喔 我們有很大的機會呢 搶進穩定的前五 甚至在未來角逐世界冠軍的頭號啊 酸民們看到這邊已經肯定是直接高潮一波啦 就是大話人人會說嘛是不是 那能做到的又有幾個呢 這時呢 我們來看看KTM賽車的基本設定 這個瘋狂橘子真低夠瘋狂啊 大家都在用鋁合金車架當主體啊 這位GP菜鳥呢 則是堅持用傳統的鋼管車架 那懸掛系統呢 更是打破大家對於Aulix的神話迷思 一定要用自家的WP系統 這樣子的配置呢 雖然也讓康康幫這個KTM 咧把忍汗啦 說實在賽車是現實的嘛是不是 畢竟鋁合金車架呢 與Aulix基本上已經是完全自霸的一個配置了 那無謂新手之苦啊 直接拿出這自家獨門絕技 我說我的東西絕對不會輸你們啦 回顧2017年的當下 這確實是一種良靜如給的勇氣啊 但能不能堅持下去呢 讓世界看到KTM獨門秘技發揚光大 當時呢 我說實在內心也是充滿疑問啦 但果不其然 前幾年的KTM賽車相當的掙扎 即便越野賽車冠軍之一再豐富 MOTO3、MOTO2的經驗加持之下 頂級殿堂呢 還是不同的世界 OK 增低差非常的多 初期的KTM賽車呢 在彎道以及直線上呢 都是處於一個弱勢 欸 等一下 彎道跟直線 啊 不就全部了嗎 呵 好啦 OK 通常呢 只能在這個雨天或是半濕半乾的這個比賽中呢 縮小與前段般的差距啦 那其實呢 KTM的進步是有的啦 好不好 他們的車手群呢 也是絲毫沒有鬆懈啊 終於在2018的MOTOGP 收官站啊 拿下第三名好成績啊 而2018年底啊 KTM呢 也將獲得一份大禮 那就是呢 傳奇車手 小丹尼的加入啊 Danny Pedrosa 小丹尼的並非呢 披上橘袍 而是在繼續在場上競賽啊 而是呢 轉為幕後的測試車手啊 協助KTM開發賽車啊 說到這裡啊 很多人都對小丹尼又有意見啊 真酸民真低多 對不對 不過還會就是本田的中興二號車手 有實力但是沒有冠軍命等等之類的話啊 但是啊 KTM看中小丹尼開發才能啊 認為這位經驗豐富的傳奇車手加入後呢 會對他們未來的賽車呢 也有了極大的幫助 果不其然啊 這位傳奇車手呢 也用他自己獨特的經驗 在幫著KTM改進賽車啊 有沒有 大家應該顯為人知 肯定有看過這個片段啦 對不對 說哪天我也可以來一下好不好 當然啦 小丹尼的加入也不是吃了大補完啦 KTM又經歷了一個失落的2019的賽季啊 賽車呢 偶爾有不錯的中段班水準表現啊 但是呢 賽車始終無法跟前段班的大炮們啊 相提並論 最終呢 在2020年的捷克戰啊 所有辛苦都在這一戰獲得了回報 由自駕新人冰的拿下分戰冠軍哦 那Red Bull KTM呢 在此號召天下 Ready to race 這口號 不是喊喊而已啊 不是水泡哥 OK 他們定下的目標呢 更在短短的三年內啊 實現了 而這樣的表現呢 並非昙花一現 更在接下來的奧地紅牛賽道的比賽中呢 由Tech3的衛星車隊呢 拿下分戰冠軍啊 自家主場車手啊 大一啊 則是拿下第三名好成績 但是這時候應該有人會講說 啊 是不是因為馬凱斯沒有在呢 對不對 啊 不過賽車就是這樣嘛 對不對 所以呢 最後呢 我們回顧一下這個 逆天形的這個奧地利車廠啊 不做市售公升級仿賽 但是在Model 7P中呢 卻有前三名的輸入機器啊 用獨門秘訣鋼管車架 以及WP懸吊系統 打破傳統淨旅的車輛部署 預算有限 卻又眼光獨到的 請到這些實力非凡的車手群 看看大一的兇狠 再看看大一之外的新手群呢 也毫不遜色 而大家不看好小丹尼呢 更是在這一年的開發之中啊 帶來許多巨大的助力啊 我想啊 在你沒有成功之前啊 世人的批評總是會特別犀利嘛 對不對 一個人呢 認為大馬力是受仿賽太危險 那這方面呢 只專心坐賽車的車場 在這世界殿堂的頂端呢 找到了勝利的之路 瘋狂的舉止 並非只有在泥巴路上瘋狂啊 轉到封閉賽事最高殿堂之後呢 Ready to race 的口號呢 依然貫徹他們賽車之上 而這家奧地利車廠呢 是否帶領著歐系車廠重返GP榮耀呢 2020年結束後呢 第一戰將大一即將離去啊 表現不穩定的Pratchett 氣 是否能夠老將姿態呢 帶領這個KTN的新人一同前進啊 究竟瘋狂舉止 能夠帶我們怎麼樣的瘋狂呢 就讓我們一起見證歷史吧 好不好 好啦說了這麼多 其實介紹一個就是認真講 在這Moro GP的殿堂裡面 一個這個 那麼臨時進去三年 有這樣的成績 真的也代表說 它其實是真的相對是有能力的 當然啦 KTN這車廠呢 其實在台灣呢 可能不一定算是一個非常火紅的車廠 那最紅的其實也不過就是390系列 那其他的系列呢 相對來講就是比較弱勢的一點 當然好不好 也是有一個這個非常高貴的這個SMC啊 也是康康曾經很想要入手一台車 那不知道這邊 看到這邊 你有沒有KTN的車主 你們是騎什麼樣KTN的車子 以及呢 有沒有一些新手 你們是想要入門什麼樣KTN的車子 大家一起來討論一下 究竟這樣一個玩泥巴的車廠在台灣呢 有什麼樣的影響力呢 好不好 好啦 基本上今天康康主機車就到這裡 如果你喜歡這影片 麻煩按讚訂閱按鈕 那你可以訂閱康康喔 訂閱小鈴鐺按下去 你就會看到更多機車相關知識 哩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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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影片 好不好 好啦 那廢話不多說 就讓我們 下禮拜再見囉 掰掰 噓噓 最近很多人都說什麼 是不是康康都不嘴一些知識類型的啊 還是什麼 沒有 沒有 我還是會做 所以呢 就好你們想看我講什麼 其實呢 或是你有對騎車什麼疑問 咯 對不對 留言 好不好 莫忘初衷嘛 莫忘初衷 初衷莫忘忘记中初 Pitch Chew Pitch Chew 等一下 就等到 Pitch Chew Picc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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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Petroji Oh Petroji